陪你閱讀 陳陪德牧師 和你遊走書海 想你愛上閱讀 邁向成熟 養育承受壓力 焦慮和憂鬱 或是經歷其他 相關情緒問題的青少年 是一場 富有挑戰 和冒險的旅程 他們飽受傷害 生活在一個 困惑和隱蔽的痛苦世界 他們尋找自己的方式 處理痛苦 他是學想成人的接觸 了解 關愛和折立 給予他們所需的幫助和指引 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責任 今集的節目當中 我要介紹的好書 是由著名心理學者 經臨床心理學家 夏雅海博士 和他的女兒 韋夏海希博士 合著的書 書名叫做 《青少年的壓力》 我懂 英文書名是 Stressed and Depressed 原書出版在2005年 全書總共分為三大部分 總共有十四章 中文藝本後三百十四頁 第一部分是傾聽受傷的青少年 內容包括第一章是了解青少年的世界 第二章是何謂正常與不正常 去探討度過健康的青少年期 第三章是順服青少年的壓力荷爾蒙 第四章 反擊青少年的憂鬱 第五章 不止是憂鬱 致命的青少年問題 第二部分是討論獲得幫助逐漸恢復 內容包括第六章 尋找適當的輔導員 第七章 合理的服藥安排 第八章 逐漸恢復與保持健康 第九章 恢復適應力 第十章 交道健康的思考方式 最後是第三部分 父母與青少年的合作團隊 包括第十一章 安全原地的教養方式 一個讓青少年願意講 願意聽和願意改變的合作 第十二章 給受傷的青少年適當的關懷與呵護 第十三章 如何為你的青少年討告 第十四章 受傷青少年父母的盼望 這本是一本全方位的指導搜查 幫助家長和青少年 如何去避免和克服一些嚴重的問題 譬如自殘 淤酒 濫用藥物 濫用性行為 和自殺 又幫助我們去處理 如何去幫青少年去發現壓力 焦慮和憂鬱之間的關聯 病長去辨識每一個的早期徵兆 又去尋找合適的醫生、輔導員 或者是醫學的治療 更加明確 而有效地去討告 培養健康的態度 不單是要健康 是要繼續健康 為你的青少年的治療 營造一個安全地方 為你的青少年發展 一個有效並且個人化的計劃 認識他的需要、力量和脆弱 管理自己的情緒和反應 學習熟靈的復原力 這本書是自在激發和裝備父母 來對幫助他們受傷害的青少年 凡是父母、教育、老師和青少年工作者 這本書都是不用錯過 作者夏雅海 原則是南非 他在富立神學院 心理學院榮優院長 兼臨床心理學家 他的教學和實踐經驗非常豐富 著作多到有二十六種 退休之後 他仍然是繼續教授兩門的心理學課程 並且是和研究身來作論文指導 他亦都在自己的心理學研究室裡面 來從事壓力、抑鬱、焦慮等等問題的研究 他的女兒韋夏海希 是家庭與婚姻的心理治療師 亦都是富立神學院 和丹佛神學院裡面 有兼課教學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掌聲 ius 十�� 十分 十分 應 十分 十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